Hello,大家好,今天要介绍的是颜值高,演技好,人品棒,被称为韩国四大公共财产之一的韩国男神级演员,玄斌。 玄斌,本名金太平,1982年9月25日出生于韩国首尔,高中的时候因为前辈介绍而进入戏剧班,开始有了成为演员的梦想。 大学毕业于韩国中央大学工研影像学硕士。 玄斌在电影电视剧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容小觑,文艺片、商业片、动作片、爱情片,正派、反派都能轻松驾驭,在各种角色中展现了不俗的演技实力。 在电视剧方面,玄斌从2003年参演周末剧《保镖》正式荧幕出道,随后主演了多部电视剧, 其中有2005年与金轩儿合作的《创造收视冠军》的《我叫金三顺》。 2010年与何志愿共同主演的极具轰动性的电视剧《秘密花园》和在2019年与女神孙艺珍演绎的年度最火爆爱情剧《爱的迫降》三部暴剧。 另外,在其他几部电视剧《雪之女王》,《他们生活的世界》,《海德·哲基尔与我》。 阿尔汉·布拉宫的回忆,玄斌成功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,这些作品都成为口碑佳作, 让他次次提名影帝,一次获得百想大赏最高大赏。 同时也给观众展示了他系录很宽的精湛演技。 电影方面,玄斌入伍前以文艺片为主,《爱》、《不爱》或《晚秋》都曾入围柏林电影节。 退伍后,他则以商业片为主。 主演的电影中《逆龄》、《共筑》、《骗子》均为年度票房钱时,证明了他强大的票房号召力。 玄斌被称为韩国颜值高、演技好、人品棒的四大公共财产之一,国民级的男演员, 而且也有很高的国民好感度,绝对的一线大咖,是全内公认的有礼貌、教养好、为人谦逊、低调又善良。 他的颜值更是男神级的,鼻子很挺、高鼻梁,尽管现在三十多岁了,但依旧非常有魅力。 性格上,他比较内向、话少,不爱参加综艺节目,而是全身心投入影视作品中。 他也很乐于助人,从出道至今一直致力于公益慈善视野,在这次的新冠疫情期间,曾捐款两亿韩元给慈善机构。 感情方面,从出道以来,玄冰就曾公开过几段恋情。 2005年,与黄志贤相恋了两年。 随后在2008年,因与孙慧桥合作《他们生活的世界》后传出恋情,他们也广受大家祝福。 然而,由于外界压力及忙碌的工作,他们交往三年后分手。 中间也曾与合作《秘密花园》的何志愿和金太熙传出绯闻,但都没有被证实。 2016年,与同一个公司的江苏拉承认恋爱关系。 当时很多人不看好他们的感情,最终也因为聚少离多,不到一年他们就分手了。 然而,男神在2021年新年之际给大家撒了一把糖,他与女神孙玉珍官宣认爱了。 二人被爆料,在拍摄完《爱的破将》后产生了思念的感情,并且越忙越无法见面,越是依恋彼此,因此确认了双方的心意。 女神随即在社交平台发文,甜蜜羞涩地承认了这段感情。 很多剧名和粉丝都开心不已,希望这对神仙CP能永远幸福下去。 玄斌在恋爱甜蜜之余,也没忘记带给大家新的作品。 在完成《爱的破将》后,他将与黄正明共同演一电影《交涉》。 该电影讲述了,以在中东发生的韩国人被绑架事件为素材,讲述营救被绑架者的故事。 玄斌将在电影中,饰演不惜牺牲性命拯救人质的国情院要员。 黄正明则饰演和他一同作战飞往中东的外交官。 这个新鲜的组合已经引发了大众的强烈期待。 另外,玄斌还有望与刘海珍、林润娥等续演共诸二。 当初电影共诸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好的成绩。 这次玄斌的再次加入,喜欢刺激动作片的影迷,可以期待这部续集故事。 好了,今天的罪人物就介绍到这里。 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更多的更新。 那我们下次再见。